台中市有一名直播主 昨天晚上透過直播 揭發了一起虐童案 這一名直播主說 自己接到了一名 二十歲媽媽的求助 她說自己剛生產完 就被迫下海來還債 兩個小孩還遭到虐待 說警方獲報協助 將兩名女童救出來 發現的確有遭虐情形 到底是我本身 整生才會做這種事情 你們看起來一直的手 打成這樣 然後還咬他 兩歲女童滿身是傷 雙腿有明顯瘀青 還有咬痕 就連剛滿月的女嬰 也是疑似遭虐 女童被媽媽抱在懷裡 似乎鬆了一口氣 一臉輕鬆開心 這個人有為小孩子吃 噴 就是收水 然後煙草 然後安眠藥之類的 會把小孩子關在洋海 像剛剛警方跟陪同生母 進去的第一瞬間 他是把小孩子丟在旁邊 完全不理他的 只讓小孩子穿著一件背心 幫女童生母救人的 核性直播主越講越氣 他在25號接獲女童母親求救 只稱兩歲的女童 還有剛滿月的女嬰 被前僱主囚禁在 台中北屯的住處裡 趕緊帶著女童母親 還有親友前往救人 還開直播吸引更多人關心 現場一度出現不明敲打聲 遠景到場過了大半小時 25號晚上11點多 生母才將女嬰 還有女童抱出來 前往醫院驗商 出現儀式囚禁以及虐嬰童案件 警方大動作出動五車多人協助救人 還把前僱主等供兩人帶回調查 對於嬰幼童商事只說是管教問題 避重就輕 還說生母已經把兩歲女童 放在前僱主處已經一年多 但怎麼還會有剛滿月女嬰在場 不願多談 讓整起案件疑點重重 記者賴文良 謝仙聰 台中報導